传扬在镇嵐海域 优美海底景致 尽收盐底 想要出国到帛琉 和无毒水母共用 不必再幻想 指挥中心17号宣布 台湾和帛琉的旅游泡泡 正式启动 将在4月1号首航 帛琉总统会数人 与驻帛琉大使周明干 也同步召开记者会 宣布相关防疫作为 我们肯定他们没有疫情 但只要确定 我们会试试他们在航空 他们是自由的 但我们仍然在禁止 他们的动作 我们也感谢他们的 因为他们会 只会去酒店 去罗克海域 去餐厅 不混合在公共的公民 如果他们去店铁 他们会设定时间 这种东西 我们会加上那些 更加防守 波琉未在西太平洋 距离台湾飞行时间 大约4小时 曾是台湾观光客 最爱前往的海岛国家之一 截至目前为止 国有确诊数依然挂临 而且在1月 就已经开启 注射疫苗计划 Palau as of this morning had 8,000 people with the first dose of the vaccine and by of course April 17 we're already second dose 8,000 people are covered that's 62% of the adult population which is really high we've built all kinds of barriers and shields to protect our people and that's why this date has finally arrived and it's time to open up 波琉和台湾一样 都是疫情相对低的地区 因此指挥中心 规划台湾旅客 回台后 无需居家检疫 只要进行5天 加强自主健康管理 检验阴性后 再改成一般自主健康管理 到第14天 两国利用绿色通道 在保障安全的情况下 重启观光 民众终于有机会 踏出国门 感受异国风情 中央社综合报导